他年过七十却依然英姿萨爽 他从事医疗事业一辈子 却从不服用任何药物 他健康的身体有自己独到的养生秘籍 我认为这个狗气印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就是喝这个狗气印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健康生活 我是高杨 刚才您在这段视频当中看到的吴阿姨 虽然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但是您看人家那个精气神根本就不像 吴阿姨说平常自己就是用枸杞叶来进行保健 而且一用就是几十年 效果特别好 之前节目咱们经常给您介绍枸杞子 但这枸杞叶到底有何妙用呢 咱们一块来看 今年是七十一周岁 我干了几十年中医 我就想着用中药来保健枸杞叶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从古人来说 古书上就有记载 他对这个三高呢 有定的谣效 吴阿姨说 他确确实实是枸杞叶的受益者 这绝对是有目共睹的 同时 吴阿姨也把这个好方法 推荐给了身边的人 我三高现在我真没有枸杞叶 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我家里的人呢 都按照我的思路 我给他们保健 其中就是枸杞叶 还有这个外孙女呢 今年是高考 那个考大学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就给他泡这个茶 这个喝了以后呢 他感觉很清爽 对增强记忆呢 也有一定的好处 给闺女 给孩子 这个小孩 都喝这个枸杞叶 我们家里的都喝 吴阿姨种植的枸杞树 越繁殖越多 这也就让更多人 受益于这个方法 枸杞叶真的有那么好的疗效吗 贵 贵 它也是芽菜的一种 它就叫体芽菜 那么这体芽菜呢 它等于是多年根生的 我们把它掐下来 那么长成一段一段的 大约这一段呢 有差不多三十公分左右 我们就把它扦插起来 那么大约二十天左右 它下面就开始发出这个小须根来 那么等须根长出来以后 每天洒水管理 这样呢 它接受光照 那么最后就长成那种枸杞叶了 枸杞叶有预防疾病和提高机体免疫的功效 如果您想通过服用枸杞叶保健身体 每天的用量是鲜嫩的枸杞叶五到十克 长期服用才能起到预防和保健的功效 张阿姨 您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导致您的生活都无法自理 各骨头这都疼 没有不疼的地 而且呢 这种企结结 这结结是正大一个嘎的 对称的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对称的 撇我 为什么刚才我说 就坐着挪呢 撇我一边一个大嘎的 都长得特别大 那个个子 看着特别害怕 尊心的 哎 那个疼 疼得咬命 从单一关节疼痛 发展全身关节疼痛 可以说 这个疾病在无情的折磨着张阿姨 以至于他无数个日日夜夜都难以入睡 我从06年得了 一直治到去年六月会儿 我没间断的治 一直都治不好 大小型医院去 而且呢 就是说私人的那边 小广告那边 什么地方我都去 到哪都跟我说 保证没问题 能治好 我治几个月 一段时间就不治了 因为他没有一点疗效 虽然对于治愈这种病 张女士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但是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 张女士呢 还是接受了进一步的检查 那么张女士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病 折磨她七年之久呢 这个张阿姨呢 她这个关节疼痛 僵直 活动不灵 也很常世界了 这个我们给她检查的话呢 她除了骨关节增伤以外 她那个内风式阴质 一直比较高 一个年她是个内风式关节炎 她同时呢 她也有骨心关节炎 所以她是两种病 混合着在一起 内风式是骨关节病当中的一种 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而骨关节病在中老年人群里 发病率又齐高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中老年人得上这种病呢 这种病又和我们的脏腑 有什么联系呢 中医病症来说 我们说她是跟了骨脏有关系的 就在骨 它是由胜煮的 从中医的胜脏来找问题 那么肝呢 它是煮筋的 那么这肝脏如果在功能缺失 或者功能过亢 那么筋呢会聚乱 胜不折 胜不折 胜不折不折 这样的话呢 是跟肝的问题 除了肝以外呢 脾呢 脾肌肉的 脾肌肉四肢 所以和四肢关节的肌肉 有什么毛病 关节毛病 那跟脾的虚弱也有关系 那么从这个以外呢 那跟心也有关系 为了心读血脉 血脉不流畅 不流通 避阻了 我们中医有一句行话 就是通 则不痛 不痛则通 说它不痛了 它肯定会痛 所以说我们还要活去化育 那么这个调理心脏的功能 有关系 心读血脉 血脉流通 它就不痛了 其实呢 它跟肺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肺肚皮毛 皮毛功能弱了 防护功能弱了 风寒湿 走外蟹 就容易侵犯人体 就容易引起关节 所以说它跟五张六福对关系 所以我们在中医别证理说 这位关节 不管是风湿来风湿 还是不关节 不就必证 张阿姨通过七年的治疗 并没有让她的身体得到救治 通过调理五脏 她的病情会得以缓解吗 现在上下楼都没问题 身体各骨头脊 哪都不疼了 而且我还从去年 一三年十二月份 两个年两头跑 上了这条楼下了那条楼 都没问题 还能带孩子 她现在可能的了 她现在都不需要我们照顾了 她得照顾我们了 张阿姨从当初的生活自理都困难 到现在行动自如 可以说她的病情得到了非常好的救治 张阿姨病情到现在已经是第八个年头 前七年她的身体都是在痛苦中度过 短时间的治疗让张阿姨的病情迅速得到好转 那张阿姨到底是采用什么具体治疗方法呢 张阿姨现在的好身体确实与这三个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什么这三个方法会对风湿骨关节疾病有这么好的作用呢 是通过内部调五致 是身体内脏腹功能达到一个平衡 特别是这个肝肾脾三胀 一个是肝嘱筋 肾嘱骨 皮肚肌肉 他们这个功能卸调了 我们骨关节疾病的功能就会到这里养护 所以说呢 我说调五脏来护关节 这个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就是 内置和位置相结合 特别是外戏也好 吞疗也好 达到一个标本同质 其实呢 吞疗和胸戏啊 这是分别对待的 胸戏只能胸 手脚 你胖嘛 胸嘛 膝关节腰怎么胸 那么其实用 碰疗 把腰包到包里 敷在你腰上 敷在你膝关节上 这样的趋量不外 不方便胸心的地方 再用 所以我给他总结 这叫做一加一或者一加二的方法 您看 张女士这三种方法 每一种都离不开这黑色大蚂蚁 那么这黑色大蚂蚁 到底怎么才能治疗骨关节病呢 蚂蚁呢 通过调节免疫功能 把低的弱的细胞免疫功能提起来 它太抗净的 抗体肺炎 都叫下来 所以它是个免疫调节剂 所以在这方面呢 它通过吸的这个免疫 这样的问题 就叫做这些免疫病 就叫做免疫症 不得我 就叫做免疫症 所以它就叫做免疫症 这种树方法 是个免疫症 但这种肺炎 都叫做免疫症 如果没有那么多 这种肺炎 就叫做免疫症 如果要是非免疫症 是重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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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三高患者吃了它以后身体指标都恢复了正常 关键是这种芽菜据说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功效 据说好多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减了10到20斤不等 那么这种芽菜真的如此神奇吗 接下来我们去采访几位吃了这种芽菜的受益者 三高的我占了两高我是血压高还有血脂高 我没吃那个谷条苗之前呀 我那个血压高压在160 然后那个低压在100 然后压差特别大 血压一升高了以后啊 我就头晕恶心 然后最后被我们那个 我老公给送到医院输液 然后输到半夜 血脂也高 比正常值要高得好多 刚刚40岁的卢女士 无论是血压还是血脂都非常的高 但对于她来说 这个年龄就开始用药 觉得为时过早 不用药病情又得不到缓解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开始种植荞麦芽菜 这一吃就是一年 在这一年里 她身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自打吃了这个荞麦苗以后 然后我的血压 现在保持在80 120 就都正常了 血脂现在也不高了 卢女士坚持种植和食用芽菜 除了血压血脂得到控制 她和她的家人 还有另外一个收获 我刨出血压和血脂有收益 我的体重还减轻了 瘦了将近有20斤了 我老公和我儿子体重也都降下来了 大约都降了多少 我儿子降了也有10斤吧 然后我老公降了也有15斤 卢女士可以说是 蕎麦芽菜的真正受益者 她开始越来越喜欢种植芽菜 她也把她种植的芽菜 送给她周围的人 吃完这苗以后呢 我感觉我们的家人的 抵抗力和免疫力 就好像有所提高 因为就最近雾霾都比较严重 大家都感觉那个呼吸啊 咳嗽啊 就是这个支气管 会出现一些问题 以前我每年都咳嗽 今年还真的就没咳嗽 简单能有10多斤吧 脂肪肝 吃完了以后呢 觉得这个吃了一段时间 脂肪肝肝的简单也发生了呢 小小的蕎麦芽 让很多人都受益 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功效呢 那么根据研究发现呢 在苦乔麦的芽的提取当中 有大量的类黄酮的物质 叫做卢丁 那么这个卢丁呢 就很好的维持血管壁的 正常的透性和脆性的 这样一种功效 那能够对心脑血管病 有很好的一个防护和调理的作用 那比如说天脏病啊 高血压高血脂啊 中风啊 它都有一个调控作用 其次呢 苦乔麦的芽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E 它是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所以可以延缓衰老 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美容啊 这个抗疲劳这样的功效 另外一个 从苦乔麦的芽的提取物当中 我们做了现代研究 发现它有抗炎 震痛这样的功效 是比较确切的 这种乔麦芽菜 不管是从价格 还是功能上来讲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 天然污染的纯绿色保健食品 那么这么好的芽菜 我们怎么才能在家里种植呢 这个小种子掏起干净以后 放到65到70度的水里面 泡五分钟 捞到冷水里面 那么进行浸泡 那么大约泡夏天四个小时 每天我们淘洗两到三次 然后再把它包到布包里 大约在四五天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小牙轴 又小的小牙轴 又牙就发出来了 把这个纸张 踩得跟河底一边大 无褶无皱 铺上 然后再拿水 把它喷湿透 把发好来的小种子 均匀的 满在这个纸张上 然后就会我们商人再盖一层植 实际无土栽培 纸上种菜 那么纸张就是它的模拟土壤 那么我们前提就是 上下的纸张 老保证是潮湿的 那么这个小幼芽才能在里面 能茁壮的成长